大家好 今天是12月9号晚上 美国方面又颁布了一个针对中国的法案 德国媒体当然也做了报道 我觉得可图性挺强的 翻译出来与大家分享 这是德国时代报的报道 新疆强迫劳动 美国众议院通过进口禁令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因为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 而推出新的制裁 今后将不从新疆进口任何产品 因压迫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 美国对中国发起进步制裁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禁止从中国的新疆地区进口 因为那里存在强迫劳动 众议院以428票对1票的压倒性多数 批准了维吾尔族防止强迫劳动法案 该法案还需通过参议院批准 并由拜登总统签字后才能生效 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拖延该法案 因为该法案将使总统拜登的 可再生能源计划复杂化 白宫和国会的民主党人否认了这一点 新疆提供世界上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材料 德国知识点评 其实美国确实在损人不利己 不能从新疆进口太阳能电池 那只能高价从其他国家进口 多年来人权团体一直指责中国 压迫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 北京政府拒绝了关于建立广泛的 拘留中心网络 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并强迫他们劳动的指控 以中国侵犯人权为由 美国周一宣布不派政府代表 参加2022年北京端奥会 接着我们来看看德语读者评论 按关注度来翻译 这艘正在下沉的船 又一次实施制裁 我认为使用侵犯人权 而不是种族灭绝才是合理的 因为作为德国人 我们清楚的知道什么是种族灭绝 那可是一种非常可耻的方式 因此作为德国人 应该小心谨慎的使用这个词 特别是当只显示一些特定建筑物的照片 作为这种指控的证据时 这些信息来自一些特定的来源 英美媒体 从未来自联合国或其他中立国家 指责种族灭绝 不是在学校操场上打架 而是你指责一个国家的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要谨慎行事 你也可以批评中国 同时可以不成为美国的附属品 或鹦鹉学舌 我认识一些中国人 他们有时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更少的限制 例如独生子女政策不适用于维吾尔人 更多的自由 在维吾尔人犯罪时视而不见 更容易获得教育 例如大学入学要求更低 这只是几个例子 与我交谈的一位我非常信任的人说 首先他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对维吾尔人如此极度优待 其次为什么西方媒体不报道任何有关情况 却会拿起每一个负面的谣言 美国人对这些指控真的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吗 我知道中国政府并不完全值得信任 但这并不能成为对中国的情况做出最坏假设的理由 我不得不说 我也发现西方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反华 越来越激化 这里上次正面报道中国是什么时候 或者至少是中立的报道 就是总体上来说不是反中国的观点 我只能说宣传法则恍然说的够多就成了真理 别忘了现在原则上两国之间战争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只是还没有发生军事攻击而已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国家 是善的缩影 美国就学邪恶魔鬼 中国习近平俄罗斯普京作为对应物 否则这个结构就没有意义 批判性的有区别的思维启蒙运动已经过时了 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正在滑向中世纪 贝尔伯克会训任美国的一切 现在我们知道过去几天的动力是怎么来的了 我还以为我们的政治人物会自己做一次决定 这也是一种行动主义 以转移对自己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这是拜登订购到的合适的音乐 来伴奏他的所谓民主峰会 欧盟也刚刚推出了新的法规 以更多的参与到制裁行动中 但他们对共产党人的仇恨 甚至超过了对伊斯兰教徒的仇恨 如果你能用后者来对抗前者 如在阿富汗成功的老秘诀那就更好了 中国政府并非不受欢迎 而西方国家试图分裂中国 将民众相互对立起来的企图是显一见的 此外抵制行动自然首先伤害了维吾尔人 但谁相信美国真的喜欢穆斯林少数民族呢 例如我们没有听到多少 关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 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又比如中国30%的海岸线得到了保护 并且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 或者说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种植更多的树木 并且在沙漠的重新自然化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还比如在过去几十年中 有超过8亿人摆脱了贫困 顺便说一下 这也是我们看到全球贫困人口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仅举几个例子 关于所谓的新疆事件 除了个别证人和可能显示任何东西的手机视频之外 美国是否真的提供了任何真正的证据 最好是科学的证据 还是为了能够证明征收中国产品关税 而将整个事情停留在栽赃放毒的水平上呢 目前美国似乎正在执着的寻找一些东西 来证明其贸易战的合理性 国际政治从来都无关民主或人权 而是关于国家利益 请记住这一点 无论在历史课上告诉你什么 Egon Bar的名言 所以我已经记住了他 我很高兴和你有相同的看法 目前三个国家对冬奥会的抵制 在德国媒体被报道为对中国的孤立 然而世界上有超过199个国家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想参加冬奥会 我担心的是 当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赢得非洲的55张票时 我们正慢慢退缩到我们的舒适区 指典型的西方世界 比如说近年来 我们通过制裁和各地的军事行动 赢得了多少朋友呢 西方世界不是全部世界 不再是了 而且从数量上看 我们实际上是少数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你是否注意到 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来自阿联酋 其他国家选举了他 没有我们的份 有关维吾尔族人获得少数民族优待的信息 实际上大多是第一手资料 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看法实际上是相当糟糕的 因为他们与中国和中国西部国家的恐怖主义有关 如果中国政府宣传他们是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的 实际上会使他们更受欢迎 如果写的是确凿证据 老天哪 到底为什么不放一个链接到该证据呢 这是互联网 可以做到这一点 30年了一直还在说 即使这些指控是真实的 但据我所知 仍然没有真正可靠的证据 这样的制裁只会伤害到新疆的贫穷老百姓 但也许这正是目标 因为美国20年了一直试图在新疆挑起一场内战 那些被证明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来源 像美国政府从北部湾事件到黄炳 中国人也是这么说的 应该从信息流中删除 原则上我们应该只用科学证据来工作 不应该相信道听途说 好的 我一句话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说什么糟糕的状况 要小心等等 但我无法翻译 肇事者是中国 那么为什么只对中国的一部分进行制裁 种族灭绝只导致10%的制裁 那么这里面还可以进行另外9次 种族灭绝 还是什么 有47个国家有55%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 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们不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支持关于维吾尔族的政治立场 由于被证明维吾尔人在整个中国被强迫劳动 因此应该抵制所有商品 这至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德国必须加入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德国新外长贝尔伯克 删除必须这个词 并且与你的邻居讨论这个事情 这里是油管上关于这个主题的法庭询问视频 自己看看当被问及 他能够提供什么证据时 他的反应如何 这实在是太尴尬了 好 德国知事点评 我看了这个视频 貌似美国一个法庭的教授法官 向所谓新疆集中营的女作者取证的录像 确实非常尴尬 那个女的所谓证据非常不严谨 很多道听途说 政治有的所谓证据是证人自己的口述 维基白克上有类似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德国知事点评 点击进去是德语版的 但是也有中文版 里面显示是美国中情局西藏项目 德语版与中文版的内容不太一样 德语版说是长达20多年的 美国中情局资助达赖喇嘛的项目 这位读者继续说 糟糕的是 如果指控熟识 任何改善的可能性 现在都已经被排除了 因为没有一个中国的高层政治人物 现在能够承担干预 承担错误 失去面子 并被视为可勒索 如果中国的国内问题 受到来自外部的严重影响 我们将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而且只有在这种事情被解决之后 如此令人欣慰的是 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压迫 激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保护本能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西方国家对基督教少数群体被灭绝行为 竟然集体性的不关心 德国知事点评 估计这位读者是讽刺西方国家 只在乎新疆的所谓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压迫 而集体性无视基督教少数群体 在穆斯林国家被灭绝 这真的是关于人群 还是想繁荣自己的经济 对美国人的操作我常常搞不清楚 这位读者的网名很有意思 他的网名是 政府的愚蠢永远不应该被低估 然后他留言 德国必须加入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德国新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的讲话 把门都关上 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 进行全面的经济抵制 我宁愿在经济上再次降低到东德的水平 也不愿意无意中支持反人类罪行 首先是吃饭 然后是道德 解决吃饭问题 我们不需要独裁者 这个借口是行不通的 那么把奢侈和便利 置于道德之上的借口应该是什么 寻找真相 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应该感到疑惑 说我们没有听到47个国家对中国的这种指责 在那些国家穆斯林人口比例占了一半以上 德国知事说明一下 前面有位读者提到 他的第一手信息 是从他的认识的中文那里得到的 说新疆人在中国有各种优待 因为我是按关注度翻译的 所以现在才轮到这位读者的评论 他说你的熟人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的 可能不是帝首资料 而是来自中国的国家宣传 就我而言 我担心我们有一天会用手打耳光 感叹道天呐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尽管这些迹象是公开存在的 好吧 翻译时代报就到这里 时代报是德国一家中间偏左的媒体 可能读者的政治观点对中国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偏激 刚才我没有刻意选读者的留言来翻译 真的是按关注度来翻译的 说真的 对德国读者的理智以及中立我有点意外 大部分留言的读者对美国这种制裁持负面态度 也对所谓的种族秘诀表示怀疑 我想这德国这个社会本身 它存在的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宗教矛盾 有一定的关系 同时他们也觉得光是美国提出指控 而四五十个穆斯林国家 没有任何国家提出指控 这本身就不寻常 这是对美国动机表示怀疑的主要原因 我今天还看了中间偏右的明镜周刊 那里读者的评论对中国稍微负面一些 但也不发质疑美国的人 所以我分析 虽然德国的媒体是跟着美国的 但读者并不一定 从读者评论来看 读者还是有一定的明辨示范能力的 我们接下来看看几位明镜周刊读者的评论 我也是按关注度来节选 第一位读者说 对一个用于世界上最高监狱人口 和欣兴向荣的监狱工业综合体的国家来说 这是很大胆的做法 德国知识点评 他指的是美国 德国知识现在说明一下 德国读者现在在对比美国 还有德国监狱里面放人的数量 这位读者说 在德国有46,000人被关在监狱里 这大约是人口的0.05% 在美国有210万人在监狱里 相当于有0.8%的人口 我认为在美国 这要创造了一个更大的经济因素 德国知识点评 这位读者的最后一句话 是指美国犯人 他们在监狱里也不得不劳动 获得的报酬超级低 但没有达到与美国一样的程度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 强迫劳动者的数量能与美国相比 但我们不称这些人为被强迫劳动者 这样不太好 我们想做老好人 我们指责中国就好多了 因为这样可以提升我们的价值观 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任何国家的整个国家都会被抵制 没有对整个中国进行抵制的事实 最终表明 对中国及其产品的依赖性有多大 中国已经在多大程度上 巩固了其全球霸主地位 德国知识在这里加进一句话 读到这里我笑了真的 想不到有德国人认为 中国是全球霸主了 在其他报道 也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说 中国是帝国主义 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感到不高兴 这是间接在肯定中国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一个他们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水平 他们可不会轻易说哪个国家是帝国主义的 这个词只配那些有实力超强的国家 只是点评完毕 我们继续看这位读者的评论 这种象征性的抵制不能把中国怎么样 特别在中国国内可以把产品来回转移 之后将很难准确地验证它的实际来源 中国人很聪明考虑得很长远 40年来中国赢得了其全球地位 中国希望扭转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不得不说它成功了 因为我们西方人只关注短期的最大利润 这倒是真的 中国人也很务实 很多时候目的是为了证明手段的正确性 你可以对中国有什么看法 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低估中国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久 绝不能掉以轻心 太好了 我们完全放弃使用中国产品 已经建设了大约两年 这很难但可以做到 反正没有人需要这些廉价的电子塑料垃圾货 廉价的中国垃圾的时代早已过去 每家大公司都在中国生产 来自台湾或日本的大公司 有足够好的替代品 他们不在中国生产 德国知识点评 我怀疑这位读者可能是1450 一般这种态度非常崇拜日本 把你的苹果手机扔了 好了 就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这期的德国读者 还算理智 特别是前大半部分 就是说是时代报的读者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参与讨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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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非常感言 работат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